我大概看的时间差不多有个七八分钟了 我就赶紧给关了 然后再录一段 要不然的话我有一点担心 时间超长了 这好像没有从那条路上走 直接从这插过来 算了这就算已经到了拿操的地界了 已经从一个线开到另一个线了 你看这个城市化到了90%以上了以后 山区农村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 所以说中国到了30年甚至50年 到了这个城市化90%的时候 能不能差不多也就是这个效果了 也就是这个效果了 今天是阴天 景色都不好看 如果是 如果是有阳光的话 这一路景色还算可以 但是如果叶子掉了的话 像冬天的话 就光凸凸凸的树 跟中国北方是也没什么好看的 就是这个秋季 没有刮风之前 没有刮风下雨下雪之前 这景色还算不错 今天晚上的工作量可能要大了 我怎么接这个单子呀 我现在有点后悔 哎呀 今天跑这么远 该路上的 该路的没有路上 一来一回的话 时间都浪费了 哦 39 哦 哦 到了熟悉的地方 哎 现在是午餐结束 晚餐还没开始的时间 啊 就是没有单子 我现在是回去休息了 休息一两小时 晚上 晚上 再忙一会儿 今天就差不多就 这个礼拜就算是完事了 下个礼拜继续 哎呀 今天中午就这么点钱 好 其实我刚刚想着我 我去取第一单的时候 我说话是不是怪像怪调呢 有点 哎呀 没办法 真是 找不到自己的腔调 哎呀 很麻烦一件事 哇 连续开这一个小时 我就有点困了 说说这个司机呀 你工作八个小时 你就得休息八个小时 剩下的时间 你补充点能量啊 放松一下呀 这样才能缓过境来 要不然呢 司机很累的 你知道吧 有人觉得司机很轻松 很轻松 我跟你讲啊 司机连续工作15个小时 连续三天 就跟酒驾 这效果是一模样的 人整个都晕晕的 是吧 看什么都是晕的 这个时候你还去工作 还去干嘛的话 这就是 风险系数太 就是非常大 所以有些小年轻 他包括我自己也是 啊 仗子 以前身体还行 啊 有时候每天工作十 十几个小时 哎呀 钱没赚到钱 钱没钱真没赚到 你你都得都得给都得交这个交那个 到手的钱基本上都没了 担不住钱 哎我现在就是有一点这种很很梦的感觉了 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啊 我现在就这么录 录了我就这么上船吧 啊谁爱看谁看 哎呦 哦 其实一天一天跑下来 我很累啊 连续跑 以前我跑跑沸沉的时候 哇三个多小时 眼皮子大了下来都都不行了 一直在掐自己大腿 掐自己大腿 哎 就还是把人给送到了 送到了在费城找找了一家 吃了点汉堡 黄万神 然后一路又开回来 开回来到晚上了 啊在新加坡那边 啊 又想等一旦回回纽约 结果没有单的回纽约 等着待了一晚上 实在熬不住 十二点多自己 花那个钱 走随道回纽约睡觉了 第二天呢又躺一天 哎 长期这么干身体 一会儿就 给倒塌完了 所以呢 身体是第一位的 没有身体干 干不了别的 特别的这个司机 一定要小心 哎 得了我这段录完了 我不录了啊 我现在有点困了 不想录了 待会儿吃个饭 待会儿做个饭吃个饭 然后把视频一剪辑 今天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啊 完成了以后 明天再说吧 明天看 看有什么 行了 拜拜